好,我們今天又錄音時間到了 今個星期我們早了一點錄音 早了很多,平時我星期三星期四 今天是星期一 奧斯卡D獎項就陸陸續續公佈了 我們錄影時間,我今早看了美節 是挺有趣的 今年是第一年,不應該第一年 第二次是沒有頒獎典的節目主持人 因為他們說其中一個理由 節目的時間已經越來越長 還有主持人說笑過場 可能會太長了 今年是因為我們在香港看 我不是從頭開始看 而且要扣減廣告時間 我不知道它真的多長 我也有轉過亞洲華爾街的錄像 挺有趣的 它是從2014年到2018年 五年入面做了一個統計 平均每一年是三個半小時 三個半小時,你記得是長嗎 三個半小時看戲 不用那麼長 看戲也可能看到三套 是是是 看戲三套,看不到 兩套多 它是這樣計 但是它說 Titanic那套戲本身 已經是三個半小時 十五分鐘 你跟Titanic來說 那是好戲 我想這個是越來越長 你整晚從頭到尾看完 但我猜是有很多 越來越長 那跟觀眾或收視率 有沒有必然關係 是不是因為太長 所以觀眾量在提減 因為連續幾年 跌得很厲害 是啊 我猜也有些關係 你既然這麼長 我寧願看精華 而且現在網上高 這麼快就有了 我不用像以前一樣 在電視機上 慢慢抱著 一路順序 讓你宣佈 我到時到後 想去Google 哪套拿了什麼獎 其實已經知道了 是是是 根據那段看到的 亞洲華爾街的錄像 它有一個分析 整個節目的 所謂短短的介紹 整個節目裡面 三個節目裡面 佔了二十四分鐘 走來走去 即是你上去拿獎 離開那個舞台 那裡又是二十四分鐘 那些是得獎人的 致謝詞 感激誰 家人 當然感激 那裡加起來 也有二十九分鐘 另外 節目主持人 所以這次 不知道會不會真的 因為這樣 節省到這裡的時間 節目主持人說了二十五分鐘 不是 不過老實實 Peter 我其實很喜歡 看節目主持人說話 什麼Jimmy Camel 那些 他基本上 都可以聘請一些 動篤少人 那裡很多時候很精彩 今年也聘請了一個 主持人 不過後來因為 很多事事非非 你以前曾經有些歧視的言論 你不道歉 我不讓你做 那他就說 大哥我很多年前已經道歉過了 我現在不會再道歉 我情願不做 我不做 還有 大家都知道 荷里活 基本上是對特朗普 特朗普 他們都覺得 荷里活是公敵 反過來 荷里活也覺得 這個總統是他們的公敵 所以 今次在介紹最佳電影 巴巴拉斯水山出來的時候 他沒有特別點名 但都是彈一彈 特朗普 他說 在這個年代 說真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 那裡其實 都是一個好看的地方 如果你問我 有主持人 其實比沒有好看 不過 你再說24分鐘 是嗎 是 不同人有不同的人看法 對於我來說 這24分鐘 可能真的浪費了 浪費了 但對很多人來說 就不是的 就真的看你走上台 你穿什麼衣服 尤其是 藍的就比較沒有什麼變化 都是那套 特斯圖 都是黑色的 都不是的 今年 Spike Lee 他上台的時候 他又戴帽子 然後他又穿到紫色的衣服 又穿運動鞋 不穿襪 因為那個是Spike Lee 但大部分人上台 都是正正經經的 都是西裝黑色一套 所以 會有這樣 部分觀眾 會覺得 在那些環節 可能會滿了一些 不過今年奇怪 我會覺得 每一個頒獎典禮 特別是提名的 主題曲 或者原作音樂 應該是整個頒獎典禮 娛樂相當豐富 或者幾豐富的 其中一個環節 曾經想過 不讓Lady Gaga唱的主題曲 即是沒有道理 後來當然 昨晚唱了 或者今早上 我們在香港看這個頒獎 看到她唱了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統計 唱完這首歌 不過是13分鐘45秒 14分鐘 為什麼不可以接受呢 當然 是有些例外 以前曾經試過 一些特別長的歌 向Julie Andrews致敬的時候 單獨一首歌 已經去到4分11秒 那是2015年 Peter有些統計數字 我沒有看過 真的破成果 就像我自己這樣說 上去Google 上去很多新聞標題 都是用了Red Carpet Red Carpet 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紅地毯 誰走紅地毯 現在誰站在那裡 然後今年紅地毯 人的服飾是怎樣 是 那些贊助商很重要 就是爭取這個機會 因為紅地毯的電視直播 是很長的 我自己看到標題 主要是說 今年很多女明星 不知是否是Metro 那些主題 那些打扮就沒有那麼性感 真的 那些時裝的 心思的設計 就多了一點 另外還有一些 但沒有必要 因為在外國來說 那個慢妝 是真的 怎樣都是有 那個性感元素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看 起碼的標題 就是說 今年就沒有那麼性感 各種理由 可能時裝真的流行 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說 很多的標題 都是紅地毯上高 發生什麼事 紅地毯上高 今年 那些珠寶首飾 誰贊助多少 也是紅地毯上高 今年那些 Avengers 就是那些Marvel的 超級英雄 黑豹 誰出來 跟誰一起拍照 很多這些 Peter問到紅地毯 這個傳統 其實 原來有了很久 紅地毯 1961年 在奧斯卡 第一次使用 但是那時候 因為電池還是黑白 看不到紅色 看到有一張地毯 第一次鋪地毯 讓明星這樣走 但是 看不到是紅色 直到1966年 那主持 要不需要每幾分鐘 就提一次 是紅地毯 1966年 那時候 菜式電視 大家看到紅地毯 而這個荷里活 用紅地毯 基本上 他們 除了我們都知道 貴族 什麼 皇帝登基 那些紅地毯 其實傳統有了很久 那些歷史故事 等一下可以再講詳細 但是用在荷里活 其實傳統都相當之久 荷里活 原來第一次用紅地毯 就做到1922年 10月18日 就是文獻裡面的記載 那時候 不是奧斯卡 不是什麼的 而是有一個 那些成匯呢 有一個是開 那些叫做theater 是劇院的老闆 劇院不是戲院 劇院是1922年 你要明白那個時代背景 劇院叫做Egyptian Theatre 第一次 他開始也有電影 播電影 他手拍 原來是這裡開始的 我們經常說 電影手拍 就是這樣開始 這個老闆叫做 Sid Grohman 就由他 把這條橋出來 就在自己的劇院裏 鋪紅地毯 搞手拍 這樣宣傳電影 那套電影 這個主題 不知道拍了多少次 我想相當於他們的六頂記 就是羅賓漢 Robin Hood 那套電影就是Robin Hood 結果 有了這次之後 其實就很多人都學 自己也繼續這樣做下去 一直就做到 1961年奧斯加頒獎 都套用了這套宣傳的方法 那他的想法 這個阿薛的想法就是 就是紅地毯就是 明星就是明星 很明顯 大家都想看看他們 出來的樣子是怎樣 那是給你有個機會 是入場的時間 大家都會在 他都叫做夾道歡迎 現在就拿著相機拍攝你 以前就拍攝相 現在可能爭取到跟你自拍 都盡量希望 再之前 大家看到明星 希望有這個機會 看看他穿什麼衣服 是這樣的 這個紅色 對一些獎數的人來說 紅色就不像我們平常 說紅蕩蕩 好注目 是好東西 算數 如果那盤數埋在紅色 就打架禮事 那部套電影 真是 紅色是相當搶眼的顏色 套用在明星身上 沒什麼錯 原來奧斯卡第一次 搞紅地毯 這樣形式的班長禮 那裏就用了一百萬美金 製造 到今時今日 多少錢都不要緊 都賺得回來 是吧 那些播映權 好了 Peter 說回紅地毯這個傳統 西方來計 西方來計 就真的真的有了很久 希臘了 一說這些 又說歷史 又說什麼傳統 如果要你猜有哪裏法源 你猜希臘呢 你猜希臘呢 都沒什麼錯了 等於我們問香港人 你住在哪裏 你猜沙田 就是第一個答案 好了 希臘 就是希臘 希臘大家知道 是這個戲劇的法源地 是 就有個很出名的劇作家 叫做Skyless 那他有個劇作 就叫做Agamanon Agamanon 大家可能就這樣聽 就不是太熟悉的名字 但Agamanon出現在哪裏呢 就是出現在木馬屠城 又是拍過無數片的劇本 就是他寫出來的 當然很多劇本 其中一個叫Agamanon的劇本 就是他出來的 我們現在這個IT 原來聽見木馬程式很害怕 是啊 就是Troy 就是要打來打去 打足十年 都攻不陷這個城市 這個 因為他比較防守得好 最後就是 要出計劇 就是希臘人 圍攻了這個城市 那麼久之後 就出了一條橋 就是Odysseus 那些 就想到這條橋出來 就擺下一個木馬 說我們不打了 算了 走啦 擺下一個木馬 就叫做 留給你們 你這麼好東西 守了那麼久 然後木馬裡面 藏了一些人 然後就晚上出來 故事就是這樣 有乾坤 但是五馬屠城 究竟這場仗 為什麼要打起來呢 那個故事 就跟Agamanon很有關係 Agamanon 他有個弟弟叫Paris 就是這個弟弟 搞出來的 整個戰爭 Helen of Troy 就是因為他爭女人 Helen of Troy 明明是Troy這個城市 美人 就是這個城市的皇后 但是呢 就因為 就見到這個 Agamanon的弟弟 叫做Paris 那些叫做 C千 紅杏出場 就喜歡了另一個 這個人叫Paris 原本 Helen的老公 就說我要拿回去 但是Paris 就跟哥哥說 我真的不想給他 Agamanon 就是他的皇兄 即是他的皇帝 結果就好不給 結果就跟Troy 打起仗上來 一打就打了十年 所以這個 Agamanon 其實就是 帶領希臘人 去打Troy 那個皇帝 這個劇本多久呢 我都想過 其實中國有 紅地毯先 因為他們有 原來這個劇本 公元前458年 就已經有 劇本裏面 已經提到 有紅地毯這件事 他當然 古兄你問我 我不懂得看 就翻譯了英文之後 是這樣翻譯的 其中一個 就是提到 Floor 即地下 of Creensome Broideries Creensome 就是深紅色 Broideries 就是那些刺繡 一個地下 蓋了深紅色的刺繡 to spread 就是鋪了出來 for the king's path 就是給皇帝走回來 這個皇帝就是Agamanon 為何要鋪紅地毯給他呢 就是他打完這個 蒙馬屠城這個戰爭 贏了之後 就是回家 回家的時候 他的皇后 即國民 就鋪紅地毯 歡迎他 但是這個紅地毯 看上去應該很惹 歡迎他 但是其實 暗示有血蟲蟲 很多 這個故事 其實非常非常之血腥 和氣暴力 亦都裏面那些 道德倫像 是搞得亂了 首先說 大家 這個故事的起源 就是這個皇兄幫 皇帝 是搶海輪 和人打了場仗 死了很多人 難怪到今天 那些人都說 紅顏祸水 比較是挑起戰爭 在這個劇本裏面 但是 阿格曼南 他一開始要大隊 出去打的時候 就得罪了太陽神 阿普勒 就是不給封 他 那時候 希臘其實很強的 就是那些船隊 那些藍隊 大家有機會去 希臘旅遊 除了看古蹟 就看他的海士博物館 好看的 好了 他沒有封 那怎麼辦 那些軍艦出不了海 那他就唯有 就是 就是 求福 就是 對阿普勒說 就要做一些祭祀 希望 這個太陽神稱 你息怒 好了 那祭祀呢 要什麼祭祀呢 sacrifice 這個祭祀呢 就真的要 要劏羊 劏性 是嗎 不止 不是劏人 那個代價 正正是要劏人 也不單止要殺一個人 是要殺一個年輕女 15歲的 也不止是年輕女 是要他的親生女 哎呀 那麥南 就 是 好 就答應 那他的老婆 當然是跟他翻臉 他的老婆 就叫做 Kaitemnestra 因為這樣 就兩個人罵了 那最後呢 就是 這個 他的女兒 即是他要殺她 要 要 拿他祭祀的時候 後來 另一個神就救了她 最後 但是 兩夫婦 就罵了 因為這樣 好了 一打 就打了十年 這場仗 所以才有 Odysseus 就是 那些 之後漂流 好了 即是他打贏仗回去的時候 這個 Ackermanon 又 不知道是正常 還是不生性 又怎樣 就帶了第二個女人回去 叫做 Cassandra Cassandra 也有另一段故事 不說她 而同一個時段 即是這十年裏 她的太太 Clyde Clyde 又在 那些叫做 毒手羅漲 又有另一個情人出現 兩夫妻 各自 各自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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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後 就好像鋪紅地毯 我們就說 Crisom 即是深紅地毯 好像歡迎她 最後 原來回到她自己的皇宮 裏面 就跟著 來 就正如你所說 真是血腥的一幕 那是怎樣呢 這個皇帝回去之後 是 洗澡的時候 就在那個大的浴缸裏面 就被Clyde 這個皇后 那些叫什麼 姦夫 即是她的愛人 就兩個甲手 就在她洗澡的時候 拋殺了她 殺死了她 那個故事 這麼像希治國 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紅地毯 一直再引伸下去 其實後面 就真的很血腥 這個就是 如果你說西方 為什麼有紅地毯 這個典故 最先出現在哪裏呢 記住 這個皇帝 就叫做 Agamanon